那田小凤可不是瞎唬张作霖啊,这可不是演戏,这是真格的。 再看他,把掌宫的手巾,张作霖啊,咱们是前世的冤家,金世的对头,这就要开枪。 卢玉春都吓傻了,躲在丈夫的身后,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,不知所措平。 但是,他发现田小凤真要搂火,那他可不干了。 卢玉春望上一股劲,而长一声,钻到他们两个人的当宫。 一股机劲,喊尽一坨田小凤之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